今次這首《離別的規矩》就是我的第一集 找來了吳林峰幫我寫的 其實我也覺得這首歌挺難唱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一個韌韌的舞曲 但我又要用一個慢的方法去演繹這首歌 所以對我來說是一個新挑戰 還有我想用一些比較人的語氣 好像在你旁邊小聲說話 去演繹這首歌 其實也是自己在唱法上的第一次轉變 希望這首歌可以多些人聽到之後 他們會有共鳴 又或者他們會有感觸 因為我想有很多朋友都會面對過 有一些離別的關係 當你想回這些關係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有很多遺憾 但你其實都要向前走 過程裏面其實一如以往 我在小黑和卡叔 在吳林峰之間我一定是 跟他們這麼熟 一定有參與了很多創作的部分 想概念 其實整個故事我大概有說過想寫的方向給小黑 但是主要呢 最後要怎樣寫呢 都是交在小黑的手上 接著 編曲上面我這次有少少特別要求 想少些 因為之前你聽到我的歌 都是比較澎湃 很多樂器 而今次這首歌 大家可能聽到頭半段 都主要是人聲為主 有個結他 有個琴 這樣 這個其實都是想做回一首 比較低的歌 即是可以 怎樣說呢 是講一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不需要太多樂器 令到整件事更加 很不近距離 另外 在編曲上面 今次這首歌 就加入了一些 幾個特色的編曲 有一些中式的樂器 笛 燒 再加上一些西方的String 撞起來 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的化學作用 又說了一些角色 有什麼內容 今次跟小一講的內容 純粹是我想講一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即是離別 因為我想近年大家面對最多的情緒 就是離別 即是無論是親人去了外地 移民 有很多朋友都會面對一些離別 那我很想透過這首歌 去 同大家呼吸 一起呼吸 大家有個救生出口 叫做 聽完會舒服點 有些情感可以抒發 那他們的詞 和他們的編曲 都會令人意袋華人 那因為他們本身 即是除了我唱之外 即是 我自己一路都覺得阿J的歌 不只是靠阿J的 即是除了我聲音之外 要有情感代入 我想編曲 詞 甚至是 MV上的拍攝 其實都很重要 即是缺一不可 這幾個元素 那所以 那所以 希望大家用心 即是對待 每一個單位的創作 即是作詞 編曲 唱 MV 其實每一個單位都很用心 大家 就多點 謝謝 多謝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